哈喽大家好 我是JA 那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新的系列 叫做What is inside my closet 就是我的衣柜里有什么 那如果有看上一支影片的人 可能就会知道说 为什么我会想要做这一系列的影片 那首先第一点 我们目前为止 只能在游戏里面 帮人物设定三种服装 睡衣 泳衣 以及一套入场衣服 那毕竟叫入场衣服嘛 肯定就不止一件咯 对吧 所以我就是想说 帮他们多设几件这样的替换 而且你们也不希望看到同个小人都 永远都只穿一件衣服吧 然后第二点 就是我们衣柜的衣服 其实算蛮多的 而且我觉得有一些衣服 是蛮适合给某一些小人穿 就蛮符合它的特色 以及它的人设 所以就有今天的影片啦 那今天要来给我们介绍 它的衣柜的人 就是我们的Heli 那Heli是谁呢 Heli其实就是 我们模拟都会里面 组成是 以及火山岛的市长 同时还是兼顾整个 模拟世界的那个政治决策人 对 就是有点 类似就是州长 或者是市长 或者是县长 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她也算是Antoni的上司 对吧 对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这位 美丽女市长的新的衣柜里面 到底有什么衣服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吧 那因为现在 那个天气已经转变了 对 因为我这里最近都在下雨 所以我就给她换 比较保暖的 这个冬天的衣服 那我们先介绍她的日常服装先 日常服装 日常服装 第一套呢 就是比较 时尚的那种 城市 都是女性风格的 那黑色的 那个套装 对 就有点真正外套配这个裤袜 那里面配一个皮革的牛仔裤 然后第二套也是 同样的 这个类型 但是它是紫色的 那个有点真正外套的类型 对 配一个皮裤 还有我们的裤袜 那接下来第三套呢 就是那个 比较 妈妈风格嘛 还是说比较优雅女性的风格 因为 因为黑女士长是 哪个孩子妈妈 对吧 所以我是希望她就是 穿比较优雅一点 就是有点黑白色系的 这个 连衣裙 然后再配一个 爆纹的 这个高跟鞋 那关于就是服装 我目前为止 就跟她设定一套 就是白色西装的一群 配个白色靴子 那这个感觉 四季都可以穿的 对 那另外 其他的 我是跟她想 再跟她设定一个 就是白色 就是那个 比较优雅的 连身裙 就是像图片里面 Developed in啊 里面穿的那一件 一样 就是同款的 对 但是目前为止很可惜 我的游戏里面 没有办法赢到 所以可能等之后再看 情况 我再帮市长再加 多了这些知识服装 市长 你等你等我哦 那工作服方面呢 Haley市长是穿着白色的 这个西装套装 再配一个白色的 简单的高跟鞋 就感觉造就 就整身白那种感觉 至于睡衣方面呢 Haley市长就穿着 这个爆纹的 这个睡衣 再配一个简单 这个布鞋 那至于泳衣方面呢 Haley市长就会穿着 这个Machino的 这个泳衣 就是最 简单 就是最基本款 这个Machino泳衣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 那个派对服装 派对服装 我记得晚上跟他设定三套 那第一套呢 是蓝色的这个挂脖的这个 连衣裙 就是整套都是蓝的 鞋子都是蓝的 非常适合这个Haley市长 因为Haley市长蛮喜欢蓝色的 对 那接下来第二套呢 就有一点点带着 有点自信 优雅的感觉 就是这个 有点点透纱的 这个材质的 这个袖子 的这个蓝色的连衣裙 就配个他最爱的 鲍纹 高跟鞋 那接下来第三套呢 同样 也是蓝色的 不过它是 这个有一点点 就是小心机的衣服 就是它是有一点点小路肩 然后旁边呢 就会有一点点这个 小路出来 对 就是它有一个 就是若有若现的感觉 再配个红色的高跟鞋 这件衣服其实是 Susan店里面卖的吧 我记得好像 对对 但这个就是他的 三套的这个 派对服装 因为毕竟市长嘛 是属于这个 比较高层人士 就是需要参加 需要交接应酬 所以我觉得 我就跟他配了这么多套 那至于冬天衣服 我也应该同样 跟他配了三套 第一套就是这个 有点土黄色的这个外套 然后搭配了这个 褐色的这个围巾 里面是黑色的上衣 再配一个比较 亮面材质的这个裤子 黑色裤子 比较亮面材质的 就是会反光的这个黑色裤子 再搭配一个 黑色的靴子 就是很酷的一个感觉 对 然后第二套的话呢 我记得就是 给他放了一个 就是黑色的那个 皮革外套上衣 对皮革外套上衣 就有一点像 Hoodie就是 它后面是有帽子的这种 然后我再给他 搭配一个就是 黑色的那个牛仔裤 对 但是那个鞋子 我稍微换了一下 鞋子我换了是 就是比较偏蓝紫色 比较深蓝的那个靴子 对 那感觉 黑理事长其实走的是 酷酷的都市女性风格 对吧 那因为目前为止 黑理事长并没有任何运动服 所以等之后有了 我再跟他放下去 那现在我们来介绍 最后一套冬季服装 就是刚刚之前 他穿的那一套 就是米色的这个 我们已经披肩 再配一个黑色的 这个长衣短裤 再配一个这个 褐色的这个鞋子 那以上就是 黑理事长的衣柜啦 那下一集 我们应该会邀请到 黑理事长的丈夫 就是我们的知名 运动健将 Dennis来到节目当中 那喜欢这次的影片 可以帮我们按个赞 如果对这样的系列 有兴趣的话 可以按下订阅 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收到通知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